这是我们做的机制栽培的辣椒 已经开始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一个渣根时期 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快速生长时期了 这时候田田管理也比较重要了 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 我是柴哥 这是我们做的机制栽培的辣椒 这个辣椒它的前期生长速相对比较慢 因为辣椒它的根系是比较弱的 前期达根 根系下面榨好以后 上面就开始玩命的开始生长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田田管理 我们第一项工作实际上就是要打岔 这个时候我们要从这种分岔的位置 把下面的叶子 叶子包括这种下面 你看下面的叶都要给它打掉 包括这种门椒 就第一个辣椒 这种花都要给它掐掉 因为门椒像也说离地比较近 有时候长得口感也不好 上品性也不好 还坠着壳子 所以一般门椒我们都不要 都要给它打掉 最终要形成这样的一个形状 所以我们就开始打开了